這次對政治來臺灣的一個很多表現 的確讓很多人失望 對執政黨的很多政策的一個大問題 但是如果從整體來看 事實上因為我政治不懂 但是我從經濟來看 事實上也沒有想像這麼壞 如果這麼壞 我們臺灣的經濟成立不會有 還有那麼寡 竟然還能夠寶山 那剛剛董老師也提到 馬正武是不是進步腳 那未來一年半 因為一年半好像大家也不太 不期望他有什麼樣的作為 但是我也不認為說 一年半不是不能不作為 是還有很多可以做 那我想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針對 剛剛董老師評論過的東西 我就不再重述 那我只針對說這一年來 這未來 我想說過去就過去了 未來我認為 執政黨還有哪些東西 可以做 比較重要的幾個工作可以做 我首先提 我是從四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我想擴展印刷圈 擺脫色品兇化 我想剛剛董老師提到 台灣的薪資倒退 還有這幾年很多失業的問題等等 這些當然不是台灣的問題 全球化之後 很多國家包括中產國 包括很多新的國家的中產階系 都面臨受失業危機 那台灣這部分 也確實也受到影響 那未來我想 正方我們的政策上 我們在政策上 怎麼去擺脫 比如說被人家 譬如說 靠財 偏向財狼化 總共讓我們 讓我們的 就是讓我們的中下階層 能夠感受到政府的一個改革 包括不管租稅的改革 是政策上的一個措施 我想這一點很重要 我想讓整個 社會的中下階層 感受到小確幸 我想這是未來很重要的 怎麼擺脫 這所謂的那個 貧窮化 那第二個就是投資的問題 我想大家都聽到 雖然台灣經濟有成長 但是事實上 很多都是台灣經濟在海外生產 那未來怎麼讓台灣 台灣投資這個成長很重要 台灣投資成長 我想從很多基金數據 可以看來 這幾年來 我們可以看出來的確很低迷 那低迷原因 不管對整個政策的一種 所謂的 一個 搖擺不定 還有 國內的一個 政經的一個 惡度更正 還有很多法案的 延宕 使得我很多的 廠商對未來投資前景 感到悲觀 所以不敢大投資 那當然我們想 我認為投資 未來投資重要 但是我認為股市在重 在重止 而不是重量 怎麼從投資裡面的 改通值的提升 來讓我們的產業升級 我想這很重要 我想這是為了 非愛說求求求 表明一下 我們多少 成長多少 如果這些投資的值 能夠讓我們產業升級 那盡好帶動我們的 青年的就業 甚至在薪資的成長 我想這才是很重要 所以很重要 第三個就是說 第三個就是 剛才傑老師提到 就是趨整的問題 我想這趨整的不是現在 特別是在2000年之後 然後TO底面的 所謂的那個 都外匯一直 一直 慢慢沒辦法前進 那麼使得很多的 國家 過國之間 通過所謂區域整合 那再分享一些 一些意義 那這些區域整合的過程中 也會發覺 這十年來 全球區域整合最為快速 最為蓬勃的地方 就是亞太區域 不管說之前的TPP RCEP 或是大陸其中的亞太自由貿易區 等等 那未來 這些 這種的一個速度 越來越快 那尤其我們這個對手 我們的對手 不是韓國 連大陸 以前不是對手的國家 那大陸也在積極做開放的政策 很多 跟很多國家簽署ETA 那我們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怎麼去自處 假設 因為我們 我想大家要知道 台灣要簽署ETA 竟然面對到所謂的政治的糾葛 那特別是大陸的一個 兩岸的問題 那如果 我們在短期內 沒辦法很快 迅速的 參與跟各個談ETA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突回的方案 我們突回的方案 我們短期內有沒有突回的方案 我們還有我們的財政政策 怎麼去升級 來 來抵消這些 我們沒有交入ETA的一種 所謂劣勢 我想 這是未來的 政治上很重要的 要考慮的地方 最後我想 要提一個就是 大家一直認為說 我們跟大陸之間 我們依賴大陸 大陸對我們是很重要的 沒有錯 但是事實上 我們30年來的發展結果 事實上我們財政存在 對大陸存在的時候 有經濟要素利差 包括投資 包括人才 投資 你看我們對大投資 這是30年來的 明得不說 明得就1000多億美金 相對於是在台灣 我們現在虛虛可數 那在人產方面 更不用談 我們所謂的 高速激進 就是我們一些 人產 往大陸 往大陸 事實上也新生 有人才利差 甚至我們的消費也成利差 我們在大陸多少 我們200%的同胞在那邊消費 這些消費都是 都是屬於中產經濟上的消費 事實上 我們對大陸的經濟要素利差 這些未來 我們怎麼樣去改善 我們對大陸的一個政策上 我們怎麼去處理 我們不能 大陸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我們不能 這塊事實上 我們需要它 那怎麼能利用它 來成為我們 經濟轉型 升級的一個助力 我想這是 但是未來 執政黨在未來短 還有一年半期間內 還可以做的地方 我並不 我對於 整個 全球並不敢讓我悲觀 但是我認為說 還需要大家 群策群力 我想這是 很重要的一個思維 以上我簡單的報告 謝謝